立法院日前通過了民進黨委員的考試院組織法修正草案 考試院也面臨到虛極化,決策權恐遭拔處 只剩下研究跟建議權 考試院院長吳錦麟就指出 在他的聲明裡面,他談到說 如果立法院強行通過的話,將有嚴重違憲的疑慮 他完全沒有辦法同意 並且認為修法將損及獨立機關的中立性 我要請問姚院長,您對這樣的修法是否違反武權憲法的體制 有沒有違憲之餘?可我簡單答覆一下 這個修法當然有很多立法政策的考量 考試院這一塊,我的理解 我目前手頭是沒有資料 這塊好像是考試委員的人數 這塊是憲法應該是徵修條文也都沒有明文的 所以說這個應該是立法政策本身可以去考量 但是我剛剛特別強調 在考量的時候,一定要去考量到 就是整個的自憲的一個精神 設立我們是一個無權分立的一個憲法 但他的一個精神所在 然後做一個個案的各方的制度上的一個考量 本席認為有關考試院組織法的修法 在法律位接條文修改的部分 這是立法院的職權 但是涉及憲法層次的考試院核心職能 改變考試委員的功能及職權 變成僅具知行性職 對所屬部會不具督導跟決策的權利 將形同回去考試院限定職權 這有嚴重違憲的疑慮 更可能衍生權利失衡的現象 絕對不能任意的修正 那接下來就是當今台灣 好